兰卡斯特市最近办了听证会 关于是否要禁止在公共场所 为无家可归的人来派发食物 听取各方观点 位于北洛杉矶郡的兰卡斯特市政厅 近日举办听证会 就关于是否禁止在公共场所 为无家可归者派发食物 听取各方观点 市政部门目前考虑禁止 在公共道路上 人行道上 停车场 以及其他公共用地上 向无家可归者派发食物 一些救助组织可以通过申请许可 在公园发放食物 这项提议的最初原因 是由于早些时候 这些向无家可归人员派发食物的过程 容易引起公共骚乱 并产生大量垃圾 甚至有随意在公共场所 大小便的情况发生 兰卡斯特市长表示 数量庞大的人群来领取免费的食物 可为他们提供食物的人 在派发完成后便一走了之 留下满地的垃圾 同时部分无家可归者 在商业中心的入口处随意排泄 也对公共健康造成威胁 不过对于这项禁令 持反对意见的人表示 对于那些流露街头的人而言 能够有食物国父已经十分艰难 他们永远不知道下一层会在哪里 这场激烈的辩论结束后 兰卡斯特市政府宣布成立调查委员会 并表态将与当地的非盈利组织携手 调研无家可归者问题 同时他们希望支持者与反对者 将会在规定制定上各自退让 最终达成协议 中天中望 正立报道